我离婚有一周年了 我实话实说 去年过年之前 我还是想复婚的 那玩意儿 那恋爱脑了 喜欢上了 爱上了 人家说啥都是好了 孩子这个小 对吧 跟他没什么感情 人家说啥都好了 从来没给 从新疆回来孩子 近日樊小慧直播 再次谈到离婚 他忍不住感慨 成立婚一年了 去年的时候 还抱着和前夫复婚的念想 但现在不会了 已经看开了 让渣男前夫 有多远滚多远 樊小慧此次还爆料称 他当时也是未婚先病 前夫让他隐产 他不舍得打掉孩子 两人最终才结的婚 前夫一直当兵 两人聚少离多 一年见过了几次 刚知道男方出轨的时候 他一直不相信 也不愿意离婚 如今终于清醒了 希望他以后 能越来越好 带着儿子好好生活 有你们默默的陪伴和关心 家里的事已经解决好了 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沉重的代价 单位也对他做出了 严肃的处理 很感谢单位秉公处理 以及对我和淡奶的照顾 感谢来的